天英法师祖籍台湾嘉义县 法师同时集聚善根 内心总觉世间无常 年十九前行御出家而未果 1988年 英元成熟 于水利联姻寺 礼 燦公老和尚出家修行 世年于吉隆海会寺 受三坛大戒 1991年 毕业于陆古静律寺学佛院 月年创始学奖戒学 为更深入律学 1995年 至南投普里正觉经社 清静医治 海工律师 及上国夏清律师 坐下学习 世年随清工律师 至泰国更增寿南传界 平常除未众 讲授戒法 亦未常驻担任 监院职士 经常受国内外诸多道场 居士团体的邀请 讲授戒学 以及主持佛期 施以持戒念佛 为自立利他修行的宗旨 兼习经论之学 辅助建立如法增团 住持正法 续佛会命 以境界为因 净土为果 作为修行 不二法门 好 内受广万精菩萨界 入菩萨行 法师慈悲 和善与慈悲 诸位尼斯特杰 诸位心界菩萨 诸位在家灵友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打开讲义第十四页 那么在未收戒文之前 我们还是简单的 收一收天台的空讲中三观 我们学习佛法最初的时候 因为我们凡夫都是执着 才在延起事项上 而认为它是真实有 误认为真实有就是祸 迷了 起了 无名了 开始造业 受苦 所以从俗到佛法当中 第一桩事情 凡夫的修行就是要破除 对延起当中认为真实有的 所以第一个层次是从甲入空观 从甲 甲就是延起的事项是因延甲合的 那么从因延甲合当中 延起的事项里头 思维它体性是空的 就好比说 我们凡夫所执着的 以我们本身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这五因的身心世界 这个身心世界是我们所执着的 无始结以来就是执着 认为这五因就是我 或者这身体是我 我最练心是我 都是这样认为的 凡夫来要没有修行活法 都是这样 那个什么是我 这个身体就是我 那我们现在呢 静坐的时候呢 第一个来讲呢 我们内观 这五因甲合的 这身心当中 真的有一个真实不变的我体吗 我们内观察 那么我们去看呢 这个人就是身心 身就是色 心呢就是受想行事 那就是五因呢 构成了所谓的人 我们所执着的那个我 这个人本来就是色色想行事了 这五因当中没有我们所执着的 那个真实不变的我体 没有 那么你愿来要是呢 有我 有我的话 我们就能够主宰啊 有肠 有依 有不变 真实性的 这一切都没有的 都没有 要有我 我就不要生脑病死了 我这不要有苦 为什么还要有这些病苦呢 所以说呢 这是里面呢 你不能做主宰的 所以呢 从最初的修学佛法里面呢 所要破斥的 所要破斥的 就是呢 从延起的事项当中呢 所认为 误认为真实有 那种颠倒的烦恼 所以第一步 休息 从脚入空 惯 惯一切法 因缘脚 没有体性的 体性是不可得的 没有真实性 没有真实性 那么在内盘经当中 也讲到呢 佛 这次讲 无我 无常 因为我们的凡夫跟外道啊 平常的凡夫跟外道 都认为 不认为 有我 一切法是常住的 所以佛要对峙 就是要讲 无常无我 那么甲呢 甲是什么 那么甲就是延起的事项 从甲而入于空之后呢 按住在空 魅处内心呢 所执着的 接着呢 还要从空而出甲 行菩萨道啊 又是但是执着在前面呢 就落入二圣 就偏空内盘 那么从空而出甲 行菩萨道 行菩萨道啊 这个甲 出甲的时候呢 就射入世俗地当中呢 观察 那无量的因果上的差别啊 是无量无边的 但是不含乎笼统 不含乎笼统 那么虽然摄入了四项呢 世俗地的这个甲法当中呢 观一切法是因言所生 无量的差别相 但是体现是不可得的 这个叫道观双流 道观双流 严俗的时候呢 一面利益众生 但是不足众生相 在延起的 赤圣繁华的境界当中呢 没有一项可得 都是毕竟空的 在金刚经里面所讲的 以无我 无人 无众生 无受者 修一切善法 记得 欧乃多罗三妙三不体 无我人众生 受者呢 那就是空 但修一切善法 就是假 空假不恶呢 那就是中道观 成就 欧乃多罗三妙三不体 理想而行善 行善而理想 所以这是简单讲的 早上呢 这么回答下去 心有不安呢 认为这个 也是 我不大会啊 不过我稍少讲一讲 我们这个尊正师啊 里面 尊正和尚里面 有几位法师 他们都很内行的 你们应该请教他们 不是请教我 我但是可以讲简单的 深一点的 那就请教大德们 那就是讲过了 讲过我们就可以心安了 心安我们就录一戒文 这个戒文呢 我们看着第七 第七呢 是自战毁他戒 那自战毁他呢 就是说呢 没有得而自己先养啊 我有什么功德 这个叫战 另外呢 越过路他叫做毁 越过越 越啊 越啊就超越了 人家没有过 你认为是赢了 或者人家是晓得过 你就说这是天大的罪过 这个就超过了 污辱他人呢 毁入他人 这个呢 叫做毁 幼者呢 显阳己的 叫自战 此路有得的人呢 叫做毁他 他实际上有得恨的 我们呢 此路对方 击毁对方 这个是不对的 那么自战毁他是 手腕之过 戒就是能对之之行 能守合称 叫自战毁他戒 我们看着这个戒文 若佛子自战毁他 义教人自战毁他 毁他因 毁他严 毁他话 毁他业 而菩萨 应待其众生受加毁入 恶事向自己 好事于他人 若这样己得 因他人好事 令他人受为者 是菩萨 波罗一翠 那戒文当中也分成三段 最初是标人 第二是叙事 第三是结罪 现在这次第一季 若佛子 是标出能患的人 接着呢 自战毁他 亦教人自战毁他 这就属于第二段 第二段的叙事 叙事当中 又分成三个段落 最初不应 第二明应 第三结不应 最初的不应当中 又分成两段 首先是 说明 战毁的事情 第二呢 是成就 罪业的相撞 那么现在呢 刚才所念的 自战毁他 一教人自战毁他 这是最初 第一段 说明自战毁他的情形 那么我们看着呢 何处的解释 何处的解释呢 说 自战者 撑几功的 毁他者 激人过恶 彼此互行 贤己的 而张人短使命力 归以自身 故患众也 那么 欧毅大师的合图里头呢 讲说 自战者 撑几功的 就是来撑扬自己 有什么样的功德 那么在末华时候呢 像我这么有修行 还不可多见 这就是自己 战畅自己了 那毁他呢 毁他就 激人过恶 激笑他人的过恶 某某人呢 你看呢 一天睡十六个小时 像小孩子一样 那么最近呢 睡十六个小时 就不得了了 你看他那么懈怠啊 这彼此呢 护行 贤己的 而张人短 使命力 归以自身 故患众也 这就是说呢 在自战跟毁他当中呢 彼此相互的比较 这么一比较呢 就显示我们自己的功德 而彰显出他人的短处 使命呢 别人听到之后呢 某某人呢 这么会修行呢 明文立养啊 通通归到你这个地方来了 那么明立来了 你也就患众罪了 所以因此啊 这种行为 要患众的 那么另外一种呢 就教人者 或教人赞我 毁他 这种 或教彼 自赞毁人 这情 教人自赞毁他 或者教人来赞叹我 而毁谤他人 你自己没有讲 但是你请一个人来讲 还不是一样 赞叹我们自己 有什么功德 而毁谤他人 这也是患众 或者呢 教彼自赞毁人 则轻 叫他人赞叹 他本身呢 他自己 而毁谤于他人 这是属于这一条界的监制 监带自定的 犯清构罪 犯清构罪 那么这是最初呢 说明了自赞毁他的事 自赞毁他的事 接着我们再看着底下 毁他阴 毁他圆 毁他话 毁他业 这是呢 成